大家好,搜紧胡花果 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了 有盆栽、地栽 可以栽种在一些大庭院的地方 今天主要讲的目的就是 在它挂果之前 为什么要做一次栽芯 这是抹头的主理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为什么要抹头就是栽芯 栽芯的目的就是 能够让胡花果增加分枝 还有一个枝叶量大大的增加 这样它挂住的果是特别的多的 一般的话我们栽芯都是在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 栽芯是比较好的 栽芯的话是能够形成的果子比较多的了 另外说一下栽芯的时间 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早 就是在刚才以上说的那个时间段 栽芯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栽芯它过果的几率是特别的高的 不然的话它会长得比较的弱的 还有能长出比较多的芽 它是很难接触果子的 另外胡花果的生长 温度一般都是在18-28度之间的 给它栽芯 大约3天的时间 适当给它补肥了 如果是盆栽的话 我推荐这种微生物有质肥颗粒状的 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因为盆栽的跟地栽是不一样的 里面所谓的有质制成分 蛋白制成分是特别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盆栽植物使用的 就是家庭状的 肥效一般都会长达25天左右的 如果是地栽的话 咱们一般很多人都会挑选一些农家肥 鸡粪粪 羊粪 或者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粪便 一般都是经过了风干腐熟好之后 埋土的方式进行一个 适用的 如果是条件有限的话 咱们可以到网上或者是花卉市场去购买一些比较现成的 比如说这些羊粪 羊粪释放羊粪比较的慢的 它很有效的调节土壤中的一些纤维的 里面所看的有质制成分 蛋白质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还有蛋黎甲元素也是特别的多的 而且它也是一种动用型的肥料 不管是栽种一些锅果类的 青菜类的 就是蔬菜的 也同样使用一些农家肥的 很多人们都在使用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五花果为什么有栽心打底 其实是有作用的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